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如果我们一直拨 拨 拨 拨到中间的时候 已经遇到很嫩的地方就可以 就不需要再拨掉了 如果比较前面就比较硬 就这样拨掉它 浸泡在盐水里面 相信大家有很多朋友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很多人可能已经吃过这个香蕉花了 可能是头一次看到 原来香蕉花也是可以吃的 是可以的 香蕉花可以做成一道很美味的菜肴 很好吃的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了一锅的水 然后把烧滚这个水 我们才将刚才处理好的香蕉花倒进去 就倒进去煮 里面什么东西也不用加了 不需要加了 就是水要滚 那个水不滚的时候 等一下也是变成黑的 也是会洋化的 然后后来就这样子不停地搅 不停地搅 不可以让它铺在水面上 如果变成水面上了 它也会黑的 林慧珍 我个人是一个厨师 我是从事饮食业的 每一天要煮菜给500个人吃 接着下来我会分享很多的美食菜肴 什么家常菜都有 记得关注林慧珍 关注 点赞 分享 谢谢大家 然后继续往下去看这个视频 其实不是每一个香蕉的话 每一种香蕉的话都可以吃的 有的是不能吃的 但是如果你在菜市场买到的香蕉花 大致上都是可以吃的 才有人拿去那个菜市场卖 就是在菜市场可以 买到的香蕉花大多数都是可以吃的 就是我们 可能有一些人说 我家也种香蕉啊 不是每一个香蕉的话都可以吃的 有分别的 如果它不能吃就是会苦 苦就不能吃哦 继续地往下去看 林慧珍的视频哦 等一下会教你怎样煮这个香蕉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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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